歡迎大家回來第158集的《只要有電影》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 按鈴鐺 Like comment and share 追蹤我本人 只要有電影在Facebook專頁 我們可以作出多些交流 我亦會不時補充資料 今集繼續講的是田中眷代導演的第二部戲 《月聲物語》 上一集講到 他拿著一個小樽來寫的劇本 到底他要怎樣處理 他是不是要很忠實地追蹤 或者再呈現一個小樽安而郎式的風格 如果他不是這樣做 他拍出來的東西和小樽有什麼不同 我們就循著這個方向探討 上次也說了 因為小樽那種極度的風格化 其實在很多的情況下 都是一種限制 當然他可以把這些限制化為他的特點 這當然是他的優勝的地方 但另外一方面 可以說是有些東西是有損失的 在這方面我覺得田中眷代可以比較自由發揮 首先在整個戲的構圖 或者整個景的美術設計 那方面就有一個很大的自由度 而且可以令到他配合劇情 配合人物的形體動作去設計 另外一件事就是我覺得他拍出了 小樽拍不到的一件事就是 這個也是我看了田中眷代的六部電影之後 其實我未看完這六部 我已經得出了一個比較草率也好 或者比較無斷的幾個臨法都好 但我看完這六部戲 我更加肯定這個說法 就是作為一個女性導演 田中眷代是他導演的這麽多部戲 令我理解了什麽才真是為一個女性導演 其實在電影思想上 很多男性導演都被稱為一個女性導演 意思是他們拍女性拍得很厲害 例如同性戀的導演 例如Almodovar George Kuker 好像是關錦鵬 但你也可以說小樽也是一個 特別是他和袁哲子合作的電影 但我的感覺就是 真的看完田中眷代 我看其他女性導演 真真是女性導演 我都沒有那麽強的感覺 但看田中眷代就很強的感覺 就是 所謂的 很善拍女性的男性導演 在田中眷代的面前可以走開 可以借尾 因為是她的電影才真真正令我看到 什麽才是女性 她怎麽掌握 女性 不單止是那麽很雖然 雖然是完全自然 是一種天生的氣質 流露 而且你亦看到 女性那種韌力 怎麽在一些關頭裏 怎麽作一份堅持 女性的勇氣 女性的毛眉 這些所有的東西 都是我很少在其他女性導演身上 是看得這麽精彩或這麽豐富的 所以我有一些blunt 我寫了一句 要拍女性 所有有陽具的人都要走開 這是一個很強烈的感覺 在月星物語裏便很明顯 她對女性 特別是那種溫柔 那種矛盾和無微 無論是在截止 一個這麽青春的女性身上高 或是在寧子的那種很拘謹 很discreet Between 都是年輕 但已經過了適分年齡之間 那種階段 的掌握 又或者是遷學 大家姐 真真正正是成熟 甚至成熟到開始 感受到年齡的包袱 感受到很多心理上高 感受到很多社會上高的目光壓力下 即是那種壓力 即是這幾種不同的女性 在戲裏面呈現得很 我未去到大開眼界 但很深月成福 有一場戲是說截止上了房間 剛好凌子準備換衣服 她穿了和服 準備換衣服 即是換一些便服 其實那場戲主要是說截止落嘴頭 試探一下她對乳工的看法 看看她是否真的喜歡乳工 然後就告訴她 其實乳工很喜歡你 經常都記住你 你以前很憎恨吃西瓜 她記得好 一直經常說過幾次 那場戲就安排他們 那場戲也很有趣 因為那個房間 基本上是睡房 也是書房 一邊有一個書桌 但是她又有一個陽台 陽台就放了一張椅子 兩椅子一張桌 可以去喝下午茶 那個就有點西化 但是房裡面就是一個榻榻米的房 那場安排了截止坐在陽台 也因為空間比較遼闊 看到外面 她也有一個比較開揚的性格 所以她坐姿也很自由 都這樣攤開坐 還有她穿著一個西服 是穿著一條裙子 那 威拉斯呢 零志就穿了一件和服 而且她開始換衣服 而且你也知道和服很煩的 就脫了很多層 有些屍帶 所以她說截止 突然間就翹起一隻腳 然後脫絲襪 這也是在日本電影裡 第一次看到的 當然兩姐妹之間她沒有任何的顧忌 但這也是很代表截止 包括她一身的西服 她穿絲襪 那個絲襪不是去到 那種絲襪 即是一半 脫了之後又砍 整對絲襪我們都看到她脫 然後她幫寧子 寧子很吵架 然後主要有一塊布 幫她脫那塊布 繞圈 因為那塊布很長 扎著整個身 幫她繞圈 當她蹲在地上的時候 看到靈子打在衣櫃 就換一件蝙蝠 譬如這些很日常的生活 其實是一種閨密式的描寫 我不知道原本劇本是否這樣 但我都不想到小樽去拍這些 另外就是 有一場說 折子跟昌義吵架 她覺得昌義為何好地地 一份難得的東京工作 你要拱手相讓給同學 昌義很生氣 因為昌義覺得她做的事很正確 做完之後她反而很開心 她說了我不是等一份工作 等得這麼交關的一個人 而她是有難題 你怎能這麼自私 就開始和折子吵架 那場是折子去找她 然後她安排昌義 她是躺在地上 躺在她的那裡 是看雜誌的 其實她經常安排 昌義不是看書 看雜誌 聽音樂 就是經常躺在地上 其實昌義這個人物 其實是比較冷靜的一個個性 她是很隨便的 但是她的態度對生命 對朋友相當嚴肅和認真 我覺得這樣寫的一個人物 寫得很好 在這方面的劇本 阿折子帶了一些 其實是一些鯉和一些齒 她就開始拿了一個鯉 雖然字幕上說是齒 但我看過應該是鯉 第一 它是實很多 第二 它的形狀 批了皮之後 都是像鯉和齒 但是她有一堆的水果 其實拉美再有 close up 就是看到是有些齒在 她就開始批了你 批了一半就和她吵架了 吵架的時候 她是用了 即是昌義開始罵她的時候 她那幾個鏡頭真的很特別 當時兩個人都平排錯 都是坐在地下 首先鏡頭是拍摺截子的左面 側面 接著是剪刀架義的特寫 兩個都是特寫 然後接著 接著是第二個鏡頭 截子是一個正鏡 再接著一次 就是她的右邊側面 但去到右邊側面的時候 我們才看到 原來昌義才轉過來 她看到的就是她右邊側面 原來她一直罵她的時候 雖然她很嚴厲 她都沒有面對面罵她 這幾個表情 其實是將衝突再次升級 我覺得這樣的處理方法 就是用一個比較激烈的 close-up 還有你也看到那個劇本 我也覺得是好的 因為兩個人之間 其實是一個成熟和一個不成熟的對比 但另一方面其實都是 那個女性的柔情 截止對她產生的那種依賴的感覺 是強過她的理性的 所以才導致昌義對她的不滿 而這件事 去到後來他們和好的一場 就很有趣了 就是說 她都去找昌義 誰知昌義就躲在角落頭 在一個暗角 然後她進來昌義才叫她 她嚇了一跳 但昌義見她的時候 其實昌義已經準備好去和解 甚至準備好去問清楚 你到底是否想跟進去東京 所以咳去昌義的時候 她是一個很魅力的微笑 然後兩個人 最初都是有一點面左左 特別是截止 然後到截止想走的時候 她才叫回她 其實截止已經是頭一行 她就問截止 她說 那你是不是想跟我去東京 截止是情不自禁的樣子 那時截止是背對著她 情不自禁的時候 立即轉半邊身 然後在那裡笑 然後就知道我還在生氣 又立即不笑 然後昌義就很肯定了 然後昌義再連回質問 那兩次 特別是說 你現在明不明白 她問了兩次 第一次我也是看英文字幕 我覺得也很好的 她就說 Do you understand? 你明不明白? 你明不明白我為何要給一份工人 還有你明不明白我動機是怎樣 你明不明白我為何要給一份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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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躺在地下 蹲在地上 然後康二再跟她商量 到最後呢 其實康二也蹲低 換句話講 在那中間和解後 兩個人真正分耐震 是好平等 互相對著大家 都是一個低的位置 這就覺得很好看 另外還有兩場 是處理得很精彩的 我們留在第二節再說